7月20日,韩媒报赖冠林要求解约,随后赖冠林所属经纪公司Cube方面证实,确实接到了赖冠林发来的内容证明,稍后公开发表立场。 赖冠林父亲向某媒体回应,称我们非常感谢Cube的知语知恩,只是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多状况,身为父亲的我,基本上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在一个良性的环境中工作。 具体的合约相关问题还在整理当中,感谢大家的关心,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